好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是大年初六 大家都還在緩情過年 不過北街在今天早上7點24分的時候 卻是收到了恐嚇的信件 可以看到現場來講的話 有非常多的員警 現在就在進行檢查 因為今天早上的炸彈訊息 也讓非常多的民眾感到有些的緊張 因此現在包含是 我們往前看 這裡是這個消防栓的設備 以及現在很多的員警 以及警方的人員 都是來這邊來做一線的檢查之外 像是垃圾桶 以及還有很多的廁所等等的地方 現在都要進一步的來做巡查 就是因為這一次 炸彈客他的消息是寄了信件 也讓非常多的人 都感覺到非常恐慌之外 我們也一起來聽聽民眾的訪問 緊張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如果真的放炸彈 你放了你也是 因為政府也沒有教我們 如果能放他 我們該如何自處這樣子 我覺得是不是 可能因為經濟不景氣 然後導致這種新聞越來越多 太常聽到 如果今天我是個乘客 我就會覺得 反正好像都沒有差 那久而久之 人民可能就會覺得 又沒有這樣的意識情況下 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那就很難避免 我們可以聽到 有很多的民眾都是認為說 現在過年期間 卻接到這樣的訊息 是有一點點的緊張 因為這一次 其實他們接到的訊息 是說要在月台這邊放炸彈 也因此現在警方 也都來到月台這裡 來進行地毯式的搜索 包含像是月台各個角落 以及任何的死角 都要進一步的來做巡查之外 今天也可以看到 現場來說是非常多的民眾 也因此呢 他們是擴大了警力 還有任何的人員 都要進一步的來檢查 以上是像最新 再把時間交還棚內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